看到别人做喜欢的事情很羡慕 但是轮到自己却总是犹豫不敢向前 朋友们你们会是这样吗 抬球好像很难诶 能行吗 要不然算了吧 这也没把握 不是的 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想要做成一件事情 就要学会像大女主一样思考 今天三部教你如何练就大女主思维 第一部 敢 我们回想一下 每一个事业成功的女主角 都是敢于迈出第一步的 比如说是否的名栏 魏语沃 闻东恩 或者拿我自己来说 如果当年我没有拿起球杆打台球的话 这球 算了算了 我还要去画画吧 那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所以要相信 所有的经历和尝试 都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二部 不怕失败 坚持不懈 女主角都是不怕失败的 无论受到多少打击 她们都会坚持下去 这么打不进 干脆别打了 你打不进的 我还不信了 打不进我就不吃晚饭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意见是所有人都可以提的 但是要有选择的听 第三部 忙力偷闲 女主角在忙 也有时间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也要学会忙力偷闲 行 知道了 金姐 签个费 哦 嗯嗯嗯 你说 金姐 你看这个跟她符合掉去吗 金姐 她会了 人如果一直忙碌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情 都会处于高压饱和的状态 长此以往 人就会变得很急躁 没有时间去反思和总结 很多事情反而会做得不好 学会忙力偷闲 才能更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 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主角 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